大家好,我是五仔 完蛋,這是網絡大事件 為甚麼記者不報道呢?是否疼他呢? 刪了影片 請大家給我讚好支持五仔的廣播 不要支持那些人的直播 說說家聰厲害,真是復出上水 就應驗了一句網絡的名言金句 人無此便無敵 每個月賺二十萬,依然可以 我們這些行家當然知道他找到食物 千多人去看他的直播,比我生日更多 我現在不夠人紅,人家也有二十萬訂閱 家聰這奮賊竟然敢死 我認為他是對阿禎的家人作出疑似的傷害 你是一個社會性死亡的身份 你和六豪子兩人擺明是夾了 談好了,也是時候出來了 其實你看到很多微辣女 都出活動之類,那些是周邊人物 但你說這兩個是主要人物,主線人物 竟然可以一起發聲明,一個是做直播 真是差勁,沒有人有的 又是事先聲明,可能我待會說說話會有粗口 因為微辣本身的影片有粗口 評論這群人物應該用粗口是好一點的 昨天說有人聽得很舒壓 我吵過兩個混蛋 家聰做直播 我今天想用一個分析的態度去說 有人問是不是這麼快就花錢了 出來復出 有一位挺有智慧的朋友 他是先告訴我家聰直播 不然我真的採他都會發瘋 一來我沒有訂閱他 二來我自己都在倒數中 都很開心 突然看到一個這樣的混蛋在做直播 簡直真的是正混蛋 他自己都說我是一個混蛋 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一個混蛋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做什麼呢?就是 就是跟他老婆在網上澄清他沒有打斜骨 我是這樣的 那張照片拍到就不是你 就是這樣 兒子 你既然這句話就不是跟我們交代的 沒有打斜骨 你都人格破產的 基本上你不會再有工作接得到 正常來說 不過這個轉型在賺錢來說也很成功 真的很成功 是激死你 如果你計算 因為他說不會只開一次直播 你看到昨天的課金是一千元一千元的課金 我相信我估計 有一些應該是做妹的 有一些做往事 做到熱鬧有人繼續課金 這些都是慣常的手法 有很多人就買了會員 有些名字叫大文 究竟是不是那些人來的呢? 我不知道 那個帳戶叫大文而已 是不是那個大文 我不認識他們 首先這樣說 他逐樣分析 他講過邪骨的位置 其實是說給他老婆聽的 他老婆介意就出來說 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 就是這樣吧 澳門仔 如果你沒有回大陸打邪骨的 你和你老婆發誓吧 如果我真的有回大陸打邪骨的 我祝福你 我自己老婆 我將來也幫人打邪骨吧 好嗎? 你夠膽就跟兒子說一次 這些番話 那張照片也不是你 說吧 兒子跟著問他 你不是你怕什麼說嗎? 我出去幫人打飛機吧 你有沒有啊? 他就這樣說 我哪有打飛機? 口爆的 真是 真的這樣說 如果你有做過的 在你人生裡你有做過的 就祝福自己老婆 幫人做這些事情 你行不行? 你耳仔走去質問他 你試試質問他 你行得正氣不正你怕什麼? 你正人君子來的嘛 你這個混蛋 好 還在說香港的媒體是講假新聞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燒到我們的網媒 他說最重要是夠快 不用知道是不是事實 事實就擺在他眼前 是啊 叫人樂仔自己走掉了 弄得別人的賀爾蒙亂炸龍 然後女兒這樣推開人 有沒有做過? 你真是混蛋 說媒體講假新聞 誰真誰假? 有沒有逐個交代? 因為其實我沒有貓子 沒有一個新聞媒體 德舟閒就是看他的直播 人家人家人家倒數 你的混蛋在生命倒數 他人無恥變無敵 你不怕被人吵架 你的錢就賺得到 賺得到的 你說有些人講假新聞 有人賣出來說什麼新聞地 香港01講假新聞 他的意思就是那些報紙 經常說網民說 疑似加進去就可以不負責任 媽媽的疼疼 你這什麼新聞 你那些是娛樂新聞 你那些東西 我不知道有沒有 現在問你 疑似是這樣 他擺出這個門 你應該是即時回應的 你別再一次過 好像六毛錢一樣 轉頭又說沒有 沒有找黑社會搞人 你不要留在拜山再說 去回收尾的兩年才說 不過可能是收尾的兩年也不知道 大家是不是這樣說 對呀 他隔了半年 然後又說沒有 沒有說沒有黑社會搞人 什麼什麼 你之前有人找我 幫你們那些放風給我 我扔這個點子 他都不敢說有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你那些人都古靈精怪 有一個很厲害的朋友 他說這兩個混蛋 你那些人都說出來 錢應該是沒有花光的 你那些人那時候 賺了過千萬 肯定有的 但是你說過千萬 會不會真的 加沖層樓是買的呢 這個不清楚 可能租屋都還沒有 他要保持住屋條件 他要保持住屋條件 各樣 還有他計算的數 兩個石頭 根本的錢 就是不夠過小 其實是夠過小的 你現在死了他就夠過小 對不對 他的錢還沒有花光 但是應該不夠過小 他覺得自己可以長命百歲 但可能是百病前身 不知了 要看醫生 也好 出來賺錢 出來賺錢 你計算的數 兩個傢伙 六毫子暫時還沒有發工 加沖很聰明 只是計算數 他這樣直播 一個月賺二十萬是不難的 我本身計算十萬而已 我本身計算十萬而已 怎麼計算呢 很容易計算的 你直播一些長片 他一條片 我當你三萬view 都有成一萬 三萬view有一千元 一千多二千元 二千元左右 二千元左右 他不止三萬view 他不止三萬view 昨天過千人看直播 他肯放在這裏 他上次那條直播三十多萬view 他這次有下廣告 上次沒有下廣告 他上次有三十二萬view 他昨天雖然有一大部份人走去看煙花 但是放在煙花 那些人就在等車等到天亮 不停等 不停看 不停看 第二天我想看看 他在說什麼 因為黑畫面也沒有 已經刪了一條片 當然太好收視 怕人查到他多少錢 十萬八萬view就不少了 你十萬八萬 我剛才說三萬view 一千多二千元 你計算一下就五六千元 只計算view數 五六千元 如果他說天天開 他說他會再開 三十一天 今個月 就是計算你三十天 我當你五千元 不要說六千 三五也十五 十五萬 還未計算課金 二十多萬 如果他肯做 所以就人無此便無敵 他這一招 以商業來說 是轉得很英俊 因為他根本上和六毫子 即是家聰 六毫子二人 是無法接任何廣告的 不怕捉蟲入屁股嗎 有人去賣什麼廣告 立即走進去搞你的公司 但YouTube隔了一層 你不能搞 那些廣告是亂審的 你不能搞 YouTube是隨便審的 其實你不能搞 他那個廣告 你再看另一個台 一樣是那些廣告 所以他不能搞 他只是靠那個點擊率轉型 這個人很聰明 現在有人說 他走Toys的黑熊路線 我是衰狗格的 但我出來 你罵我吧 不要緊 我有租膠 我有得吃飯 那就很聰明 其實你看回廣跡 有些馬匹曾經是這樣跑 你看到Sunny的女兒 Ashley 他走了去台灣 Toyz 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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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的心夠鋼鐵 然後真的不怕被人吵 因為其實這樣 他藏起來也是被人吵 他出來也是被人吵 他還好 因為現在你看到 那些人在討論他 加上我講 即是我有份講 現在有份講 他直播的時候 很多人馬上說 他直播 然後又幫忙 又推了一份 他那些點擊率 是有數位的 找到吃的 本身其實是很難做的 讓他這樣找到財路 有料到 他本身其實是不懂這些 我也廢咬事提 如果我之前這樣說 我早就知道可以這樣做 如果我這樣說 就是幫了他 他自己知道 Youtube怎麼賺錢 有一個 只是拍廣告的 收這些廣告 出去做show 商演 他本身是做這些 錢是這樣入袋 他現在轉型做直播 KOL 他慢慢跟你開一小時 包補月入二十萬 沒有走雞了 昨天那些 會員制 課金 我看到千千聲 這樣課進去 我還很天真地 跟朋友說 有人課金給他嗎 他說 不是啊 好多啊 我朋友說 不是啊 我去看看 你真的好多啊 我也考慮 他是不是元旦大家爽手一點 還是要夠賤才有這麼多課金呢 我生日那天去做直播 也沒有這麼多 他真的多 真的厲害 所以我真的會懷疑是做妹 我生日直播還要說明做慈善 都多了 都多了 我那天 都過萬了 他真的誇張 我不夠他高 我告訴你 我直播那天 我算了課金 過日不是點擊 12000元 我全數捐了 捐去哪裏 我遲些會交代 不需要大家 我生日 我個人的事 我有經驗 所以我算了一條數 他昨天是賺很多錢 他看到那個點擊率 他看回那個結果 Youtube就過兩天 Youtube的數量過兩天 其實自己心裡有數 我心裡有數 他也沒有我算得那麼快 他沒有我算得那麼快 他過兩天 他看到Youtube的數量 然後他看到數量之後 我說的 他一個禮拜之內 會再開直播 然後 經常開 密密開 說廢話都開 不要緊 有觀眾 你看到群組在這裡討論 我打壞了 死短命 還出來開直播 是的 他是的 你又看 你又關注 其實大家有份付錢 他用 難聽我粗口 但是是 你不敢說他 其實就沒事 就完蛋了 但沒辦法 做藝人這一行 是這樣的 你紅 你受歡迎 有人去付錢買你的東西 你有錢收 你很討厭 很討厭 很討厭 有人吵架你 你一樣有錢收 這個是當然的 最慘的是什麼 認識你老鼠的那些 不認識你 例如你加蔥而已 加辣 哪個加辣 賺不到錢 加蔥的人都認識 那就糟了 看一個銀家產 說什麼話 然後進去 然後給他錢 他這個財路 真是碰 碰過借 是的 你可以阻止嗎 大家不要亂看 他直播 你還說嗎 是啊 直播看不到 時運高 就當鬼一樣 如果他人少少幾千尾 他就 就是什麼 就是收皮的 但我告訴你 他直播是YouTube推的 直播 會的 因為他加蔥 還有 不要開玩笑 我自己 我沒有訂閱他 簡直是彈出來 是彈出來 無論是你們的討論 跟我的粉絲 說家中開直播 你十個八個說 我不知道 不就很吃虧 就去看他 說自己沒有打邪骨 夠膽死 既然跟你老婆發誓 那些都不夠毒 說你老婆做什麼 如果你有 你沒有就行了 認識他 他可能會說 我認識你之後沒有 就是 是吧 馬路 扮什麼 過拱北關 這麼近 休閒中心 過了去 沒有人認識你 沒有人有錢 現在二十多萬一個月 找到厲害了 沒辦法 這些事情我們倒絕不到 是吧 沒有的 是這樣的 他下次再來 他直播 繼續講講講講講 沒有人講 因為他講講講 可能是說 我今天看到什麼事 我加蔥 我有社會責任 我一個混蛋 不加產 我都可以有利用價值 他打著這個旗號 每個月就肥仔水 是吧 很不開心 看到那個 那個傻瓜 說那個傻瓜 是不是傻瓜 賺很多錢 就是這樣 有些人我看到 檢舉他的台 檢舉他的台 是可以的 但是 是檢舉一些人 譬如是 偷片 仇恨言論 或者什麼 說真的 他的台 檢舉不到 檢舉其他人的台 尤其是 拿過了十萬訂閱的 YouTube給了一個鐵飯碗 大家的 過了十萬訂閱的 很難搞 基本上 沒得搞的 沒得搞的 YouTube 承認你是一個成功的 創作影片人 這個 有沒有辦法 一定有人問 沒有 真的沒有 在網絡上沒有 現實大把 我不教你 我不會講這些話 當然 有些人說 他做不回第二行 他是沒有第二行可以做的 澳門很小 走到街上 撞口撞臉也是你的樣子 很容易撞到人 澳門很窄的 他唯有是這樣的 他看完 我想明天他看完數字後 原來這麼賺也會吃 給別人撞 別人賺錢 不如我自己撞自己吧 這個很聰明 但我認為這個混蛋 沒什麼人性 你的出現 你和六豪子的出現 再出現 根本對阿禎的家人是二次傷害 你想想 別人的女兒過了一生 對嗎 你出來說三說四 你自己根本上 你睹眼睹鼻 那沒辦法 別人家人也會關注他 對 你不看他 你不要理他 其實你不理他 就是最大的懲罰對他 但不行 你看現在搞到熱烘烘 還是會有人看 接著有些人說 你幫兇 那你進來看 幫什麼東西幫 你看到他的名字 是九聰進來 你看到家聰 是九聰進來 大家有份 沒辦法說 報紙又幫兇 全世界又幫兇 幫他賺錢 沒辦法說 所以這是死症 這就是我的結論 2024年 你希望他 我不知道你希望他 但我就跟你分析 他就是找到這個數 你們一定很不開心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真的 你又沒有辦法 你告訴我 我可以配合一下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Bye